娱乐圈有一部分出生于 香港的明星艺人应长期在台湾发展 或者了出演某部台湾剧而被国 人熟知,所以一度被误认为是台湾人 其实他们是地地道道的香港人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被误认为是 台湾人的香港明星 看看有没有被误认的 反正我试认错了好几个 国语讲还怎么好 原来他们竟然是香港人 01.周华健 周华健1986年加盟台湾滚石唱片公司 逐渐成长为台湾及亚洲 华语流行乐坛的天王巨星 至今已发行音乐专辑于40张 累计销量过数千万 初到初期,周华健因其阳光 健康,积极向上的形象及区风 被称作阳光游子 后因其实力的唱功和天王般的人 弃而获得国民歌王 天王杀手之美誉 是20世纪90年代最具影响 立的华人歌手之一 其实周华健出生于香港西银盘 1979年赴台湾求学 后被李宗盛发掘 02.刘雪华 刘雪华出生于北京 5岁随家人迁往香港 12岁开始学习国画 1978年考入香港长城电影公司 演艺生涯开始 1982年转入邵氏电影公司 1983年应出演电视剧 《少女慈禧》而在香港成名 1984年首次赴台湾拍摄电视剧 《傲笑江湖》和《笑傲江湖》 1985年应应著名女作家穷瑶的 邀请出演电视剧《几度夕阳红》 而在台湾一炮而红 她是20世纪80横线90年代 台湾电视剧的灵魂人物之一 1988年凭借《庭院深深》 或法国巴黎首届华语影视 金诗奖最佳女主角奖 1992年凭借《风里的爱》 或台湾电视金钟奖最佳女演员奖 03台正肖 台正肖1966年出生于香港 在台湾念书和成名的歌手 香港高中毕业以后 进入台湾高雄医学院修读医学 技术系的同时 亦于民歌餐厅演唱 1988年参加校园民歌比赛获奖 因而进入歌坛成为歌手 1994年起相继意 999朵玫瑰 千纸鹤 一千零一夜 一曲曲令人心动的情歌走红于歌坛 被誉为情歌王子 玫瑰王子 1998年台正肖和女友与美国共携联礼 婚后的台正肖致力于歌曲 制作和幕后工作的同时 亦成立事务所签约有前职的歌手 现实主力在中国内地发展其歌唱事业 04王杰 王杰出生于西安 3岁时随家人移居香港 12岁时父母离婚 14岁时创作歌曲 娃娃在哭了 并在此后当过游七公 溜冰教练 助唱歌手 继承车司机 特技演员等职业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 一直在坚持自己的音乐理想 将自己写成的歌曲投给唱片公司 1987年踏入歌坛 在台湾出道 用一首首饱含深情的歌曲 一场游戏一场梦 迎来了上千万的歌迷 21世纪向香港和内地发展 大力发展歌唱事业 成为90年代华语乐坛的天皇巨星 05孙耀威 孙耀威1973年1月3日生于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义夫书院电脑科学 及工程系以二级荣誉毕业 主秀电脑工程学 复修法文 1992年于校内创作歌曲大赛得了大奖 有机会到台湾参加青春之星 国际音乐大赛并取了优异奖 并吸引了唱片公司高层成邀他签约 在1993年晋升娱乐圈 港台当时没有人不知道 爱的故事上集 没有人不知道爱 恋一个爱 爱情白皮书 更没有人不知道 仍然喜欢你 和留住夏季的风 尤其是与日本酒井法子的合唱 有缘千里 象征着一代的巅峰之作 也曾被人誉为台湾第五小天王 是台湾经典唱片的五大巨星之一 在香港发展则荣获1994 十大偶像金榜之一 第一 二名是刘德华与郭富城 并与多人合称香港第五大天王 在新加坡发展时同时荣获十大偶像之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